程先生介绍,这辆北京越野车是2021年9月买的,花了35万左右 主要用于平时上下班以及周末带家人出游 去年12月20号开车上班途中,车子出了问题 程先生提供了事发后拍摄的视频,地上还有打滑留下的痕迹 程先生说,当时自己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行驶 要是发生在高速上,后果不敢想象 当天,程先生的车被拖到了北京越野4S店检查 发现是汽车底部后桥位置的差速器坏了 记者查了一下,差速器的主要作用是让汽车转弯时 左右两边的车轮能够以不同的速度转动 避免因为两边转弯半径不同,导致一侧轮胎出现滑行的情况 目前4S店已经更换了零件,不过程先生有顾虑 主要是不敢开的,因为这个差速器,你说我在高速速上开的 如果差速器坏掉,那我这轮胎爆死,那我车子不少,车会灵亡了 那现在不是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了吗 换了一个新的,我现在有疑问,我不敢开 对吧,我高速不敢开,程式路上我可以开,没问题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北京越野杭州旗舰店的王经理拿出车子的围保记录 他说车子在质保期内,这个损坏的零部件已经由4S店免费更换了 车子目前没什么问题 至于程先生的担心,王经理表示 我们也跟工厂及时汇报这种客户的这种想法 其实工厂也做了大量的调查 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应该工厂,我们得到的反馈是 工厂经过排查以后,全国没有其他的这种案例 你觉得这是小概率事件 对,小概率这问题 那退车来讲,那我们严格上来要按照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执行 王经理的意思是按照汽车三包规定 陈先生这台车达不到退车标准 这时陪程先生一起来的一位同事开口了 他认为程先生遇到的问题不是小问题 我们普通的插入器损坏 它可能是,比如说我倒车才会强,车辆发生抖动了 那这个不影响安全性在方面,修设不好 那这个是达不到退车标准对不对 那像承车这个情况的话,它是直接后轮暴死 在汽车三包法里面,你如果说你买了这个车子 你如果享受退车或者换车这个权益 就在两年五万公里之内,你可以享受退车或者换车 你超过两年五万公里了,任何一项先到的为准 那您就已经失去了退车或者换车这个权力了 那程先生这辆车呢? 它已经超过两年了呀 程先生表示自己从实汽车零部件行业 按照他们行业的标准,如果碰上零件的产品安全质量问题 那可是要全面召回的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您觉得按照行业标准来说的话,出现这种情况是应该召回的 对,这个批次的零件必须召回 作为我来讲,作为他来讲,都不是专家 最终双方没有协商成功 程先生表示,接下来他会考虑走司法途径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